小狗 这个黑伤实在太狡猾了 我们根本都不过他呀 小表妹 不哭不哭 我就不信没有办法治不了他 那小狗 你打算怎么办 嗯 这个 我已经想好了 你先一个人在家休息 我去准备陷阱 啊 不行 黑伤太狡猾了 我必须要帮你 不用了 小表妹 我已经有万全之策 你就在家等我吧 咦 这下小表妹看不见我了吧 哎 哼 我哪有什么万全之策啊 我只是远离一下小表妹 这样黑伤就不会欺负小表妹了 哎呀 好疼啊 哎 那边有个老爷爷摔倒了 我赶紧过去扶他起来 老爷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只是摔了一跤 哎 小姑娘 你眼睛怎么了 那个 老爷爷 我没事 可能是昨晚没睡好 哎 别骗老爷爷了 你眼睛都哭肿了 是不是遇到不开心的事了 哼 老爷爷 老爷爷 哼 我来到钻石大陆 就一直被人欺负 他做陷阱 我每次都撞 我做陷阱 他每次都能逃脱 最可恶的是 还欺负小表妹 我 我 哼 哼 这样啊 小姑娘 你设施卫生啊 就是精力不足 精力不足 老爷爷 那你能教教我 我记得在钻石大陆啊 有一位陷阱高人 他能够教你 那我怎样才能找到他 这个嘛 可能有点难度 因为他太无敌 也太狡猾了 去了钻石大陆 最严的牢笼里挑战 嗯 他自己去监狱啊 这是对你一个极大的考验啊 或许找到了他 你就永远不会被欺负了 老夫先行告退了 嗯 谢谢 谢谢老爷爷 为了把握自己的小表妹 我小肯拼了 去牢笼找陷阱高人 想进牢笼 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吗 去店铺抢东西就好了呀 老板 这东西多少钱 了了了了 抢东西啦 有小偷抢东西啦 快要人呀 谁呀 光天化日之下抢东西 当我城管不在啊 小偷你快站住 嘿 城管来了 不跑啦 哼 怎么又是你这小子 监狱你是待上瘾了是吧 哼 这一次就把你 关到钻石大陆最严的监狱 噩梦牢笼 啊 不要 不要 臭小子给我进去 这次得关你一个星期 啊 才一个星期啊 什么 还先短视吧 不 不是 城管叔叔你听错了 不 差点就船班了 哇 这监狱怎么这么多人呢 那我怎么找性警告人呢 炭治跟你困难得 啊 好好帮助你 啊 哦 啊 嘛